按下开关发出红红红的运转声 超过七八年的中古窗型冷气 让租屋组很头痛 就怕电费直线攀升 就大学生疑似遇到电费怪兽 大学生租屋的房子 就是类似这样的窗型冷气 不过他才刚搬进去两天 就花了三十度电 简直遇到吃电怪兽 学生抛文 售出其他访客的电费 有的不到千元 有的每个月都破两三千 原po说在高雄中山大学附近租屋 房东声称住户平均一个月 一千多电费 用窗型变频冷气很省电 但电费一度收五元 如果开二十三度 一小时就超过一度电 而他实测看看 刚搬进来两天就用了三十度电 假设一天用十五度 一个月冷气就超过两千两百元 直呼不合理 我是因为一度电被房东算五块 所以比较贵 对啊 也不可能夏天不开冷气 因为我是住家庭室的 我还要有什么冰箱 然后还有很多别的开销 就所以一个月可能会到三千 夏天的话 学生们都超有感 尤其学区附近的租屋处 不少房东都是安装窗型冷气 看起来年份也很久了 电器业只说 学生们首先要注意的 就是看冷气盾数和房间瓶数 房间太小 冷气不够大就会超好电 租屋的大概都是一顿 一顿三一顿半的 要看空间 你比如说四五瓶的话 你给它抓到两顿多的话也太大 你抓不足的话 变成说你就是长期压收器一直大 大学生租屋两天用三十度电 不是不可能 很可能就是冷气长久没保养 如今天气渐渐转热 南部中午飙到二十八度以上 如果不想买新的冷气机 至少也要检修保养 才不会花大钱吹冷气 TVBS新闻徐旗航宋家娟高雄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